这套房子大概市值是400多万 加币也大概就2000多万人民币 那比我们北京那套还便宜一半 还行 上次我们带你妹小美女看了一下 Concord Arc那个楼盘 她说意犹未尽 后来她爸说打电话给她说 Grinny你看房子不错 咱看了有没有适合我 等我来的时候买一套 今天弟弟王杰瑞就带你妹去看 Richmond的一套顶级楼盘的顶藏公寓 走吧 哈喽 你妹 你是哥哥还是弟弟来着 你猜 我才是弟弟 我是你弟 你怎么不告诉我来这儿啊 她说我好好打扮打扮嘛 我好多朋友都住这附近的 这不挺漂亮的 哪有 就是你每次都是要全颜值出现镜头 是不是 上次是对手 这次是客户 所以嘴必须得填啊 知道吗 你说什么呢 我说你非常漂亮 这还差不多 咱就一边走一边聊吧 行 没问题 咱们走吧 我首先呢 我想先给你隆重的介绍一下 咱这个开发商 香港新鸿基家族的私人企业 哇 这么厉害 非常厉害 嗯 然后呢 他们是从2010年开始就在这边盖房子 这么早 对啊 那会儿你还上小学我估计 所以 差不多 还是比较早了 而且他们未来还要盖15年 所以这个项目一共是25年的时间 哇 看着很不错 对 主要是这次来我也是给我爸妈看房嘛 就是比较喜欢运动 所以希望说住的方便点 然后设施也新一点 那是完全符合他们要求 因为这边的Amenity叫6星级 对 6星级 6星级 但是咱看Amenity之前呢 我还是想先带你去看个楼上那个房子 没有 因为那套房子跟咱之前看那个别有洞天 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 又也是那么非常帅的一个房子 行 我很期待 欢迎回家 哇 太漂亮了 这里边挺热啊 我能把衣服脱了吗 脱吧 你自己家 来来来来 我服务一下 谢谢 我帮你 我帮你 不但你倒自己家好 衣服都得这样 那医生 咱现在就进入了1205的Pent House 那这一层的话也没有几户了 但是呢 Obviously 住的就是高富帅和百富美 而且咱这边呢 基本上都是华人 所以 爸妈过来之后呢 就是能交些朋友啊 然后比较方便一点 是的 但是说到这个华人的 就是起居这种生活方式啊 我觉得这个开发商 是用很多心思的 嗯 首先呢 它进来之后一玄关 左边那边是一个叫Powder Room 就是没有洗澡那种 洗澡机 对 那你出门的时候穿好衣服啊 照个镜子 照个镜子 完美 对 还有一个特别符合 咱华人的一个生活方式 就是说 动静分离嘛 就是这个一层的话 基本就是你的动区 嗯 对 就是活动区啊 然后会客的话 还跟家庭区还分开了 还有个家庭区 对 2800尺的房子 所以才够大 哇 够豪 外面的阳台也很大 我看到 外面阳台可以大概放100来号人 100多 这么夸张 因为它有270度的阳台 然后楼上还有两 对 所以放100号人是完全不夸张的 那它这边设计的是一个会客厅 嗯 然后还有一个 你说你妈妈特别喜欢这种 对 你还记得 双层较高 双层较高 还这么高 家庭的区域的话 就肯定会小一些嘛 就温馨一点 对 你有没有感觉这边就是稍微暖和一点 是好 嗯 因为咱这边是朝东南的 咱们的顶级厨房 嗯 顶级厨房 是意大利系的 Kaiser 然后咱们的这个 电器呢 也是德系的 叫Mille Mille 对 这是冰箱吗 是 大家看一下 好大 是不是真重 有点沉 有点沉 好大 这是一个蒸香 蒸香 蒸个包子 蒸香 是啊 对 非常健康 Steamer 对 然后下面是一个30寸的大烤箱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小微波炉 这俩我都知道 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 平时看不做饭 你爸做饭吗 嗯 坐 坐 回头看一看 这是厨房 对 为什么有两个厨房 对 房子大啊 奢侈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很多咱华人就喜欢做饭就是 相比咱讲稍微的油大一点 对吧 所以当时Kaiser就说 那咱得满足这需求 所以就是 虽然是公寓 它也做了西厨和中厨那么一个分开 对 然后看着这个外面啊 对 对 城市景 到了晚上的话就是灯光也非常漂亮 对 而且我们这边的 虽然楼层不高啊只有12楼 但是可以看到Bernaby 卖吃烫 哎我看到了 对 然后那个整个东边的景观非常好 对 然后一楼还有一个这个客房 是自己带卫生间那种客房 嗯那我们去看看 走 如果不愿意跟爸妈就是 接着咱们来住一层的话 嗯嗯 对能可以住楼下 可以当一个这个呃 卧室啊或者是说给爸妈当office啊 什么都可以 嗯当厕房可以 还有独立的卫生间 市地或者未来是吧 就是结婚生孩子了 给阿姨住什么的 也行啊 都很方便 要不然去那个阳台赶一下 好呀好呀 登登登登 欢迎来到你们家的阳台 你们家的270度阳台 哇那边还有啊 得来看一下 这边长男的嘛 所以他这边呢 留了一个日光浴的地方 你知道吧 天哪 晒太阳的你可以 躺在这个椅子上面晒太阳 天哪 然后呢喝喝茶 嗯 晒在阳光 想象一下咱 你搞个这100人的party 这边做20个 那边做15个 那边做 还剩多少 60 哈哈 太舒服了 那我们这边其实是 就是完全通过去的嘛 嗯 我们从这边走过来的时候 也会有灯 都是黏着的哈 对 都是连一块的 嗯 都可以走过来 好大啊 在家就可以散步了 在家 都不用去公园 完全可以散步 然后以后养个小宠物什么的 在这随便跑吧 嗯 对不对 那这边有灯 都都蛮漂亮的 到了晚上 然后这边就是主要的会客厅 哦 户外的会客厅吧 我觉得这都挺好的 嗯 就是感觉离对面的楼点太近了 对 我觉得说的没有毛病 说的非常对啊 嗯 但这有一个好处吗 我觉得说的事情都是两面性 你离着对面近的话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边是一个500万你看好 那边是一个500万 那边是一个500万 那边还是一个500万 嗯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跟他们交很多朋友 是吧 那平时的桥段就是起来之后 那个什么吃好的早餐之后 就过来之后 嗨 我是李妹 哈哈哈 可以了 哈哈哈 走 咱上楼看看去 好 咱这个楼梯啊 是一个悬浮式的 用钢架做的 主人房 来看一下 嗯 那进来的话还有一个小 也是一个玄关的感觉 就但是它是用一个衣柜 对 好大啊 walk in closet 嗯 空调的出口 对 所以保证你的美美的衣服呢 对 不会潮 不会潮 而且在呼吸 对 对 那卧室呢也是两边的彩光啊 嗯 以后呢也是景观非常好 可以看见邻居 哈哈哈 彩光太好了 对 那咱在国外的这种卧室 都不像国内这么大 所以你待会跟你爸妈解释一下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厕所大 哈哈哈 空间都给厕所了 真的这厕所太大了 都有回音耶 都有回音 给多装俩 嗯 对 双洗手盆 淋浴 然后打开那个就是一个马桶间 哦 这是干涉分离 那必须 哦 而且酒店才会用到这种 就是分开的那种感觉 嗯 对 而且都有自己的样子 刚主人泡的样子 这边的话这两边还是一个小样子 哦 对 可以出来透透气什么的 太喜欢了 喜欢就下手了 爸爸给我买了 嗯 买了 够住吗 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没有 你真的没有你哥 没有 还有个你大爷 哈哈哈 嗯 洗衣房 是一个那个就是也是米类的 然后平行这种 嗯 那就比较像独立屋的像House那种感觉 是 我感觉你们已经入戏了小伙伴们 哈哈哈 楼上下来那种感觉就是很优雅 女主人的感觉一点不夸张 咱要不然下楼看看25米的游泳池 超级大的活动空间 好吧 走吧 Let's go 怎么样 苏州园林咱到了 太喜欢了 他们家那个水系的花园呢 都是 每一个项目都是获奖 哦 就真的是很舒服 因为在这感觉就 身心就很 很清爽 很清爽 很愉悦 对 那我们后面有一个25米的一个泳池 哦 包括呢有两个 Jacuzzi 还有干蒸 湿蒸 对 有有吗 应该有 有 因为中国的健康型男都必须游泳 是不是 对 然后在这边游个泳 然后你妈妈可以在那边蒸个桑拿呀 泡个澡啊 然后呢 我们那边还有一个未来你也需要的 一个小孩玩的地方 儿童区 对小朋友的活动区 对 然后通过了活动区呢 就到了咱这边的专业的健身房 旁边还有一个芭蕾舞的跳舞房 真的吗 对 我跳了14年的民族舞 Oh my god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舞蹈厅 那咱下一期是不是安排上 这一期不行了 不能再下期安排上 而且咱这边的社区呢 其实正在慢慢完善 没有很新的区 那比如说我们对面其他的项目呢 那包括我们下面也是底床嘛 那未来会支配合一个coco的奶茶店 嗯 对不对 然后对面的话我朋友开的一个店 叫那个OPPO Optica 他们是做那种高端的炒点劲 对 小伙伴有意思可以去那边了解一下 OPPO Optica OK 对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中心的会所 嗯 如果以后开party啊 不想上楼啊 对 都可以在这边预约 然后预约之后呢 给咱做一个小party 开玩儿就来了 对 Playground一定是这样 防止小孩摔着碰着 Children friendly 像咱这种小孩多的 就是必须 这是必须品 必须的 对 那这边还有一个barbecue炉子 啊 这每个都可以来用是不是 对的 就算咱比如说咱先买一个小房间试试啊 刚刚来再换也行 这边的所有的设施全都是为 这里面的280多个用户 免费使用它 可以 我太喜欢 就不用买 就是单独自己的几个烧烤炉了 那是第一 对 下来就可以 怎么样 还有啥问题吗 咱这房子给了一波 买了 直接买了 你都不问钱就买了 可以 多少钱 算一下 这套房子大概市值是400多万 加币也大概就2000多万人民币 嗯 就还行 那比我们北京那套还便宜一半 还行 买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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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